大肠内视镜检查指南 您好,此短篇旨在说明大肠内视镜检查的概念和目的、流程以及注意事项等相关内容。 请参考以下内容,为了您能够正确安全地接受检查,希望您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检查的目的和效果 大肠内视镜是通过肛门插入内视镜后,观察直肠和大肠的检查。 95%的大肠癌都是由在大肠生长的小流,也就是说由吸肉导致癌变的。 因此,直接观察大肠内部的大肠内视镜, 比起其他任何检查方法,在初期精确诊断大肠癌方面更有效果。 必要时,通过在内视镜上安装工具进行组织检查或摘除吸肉。 即使没有特别异常或大肠癌家族病史的,最好在40岁后能够每三年进行一次检查。 若有相关症状或家族中有大肠癌的朋友,希望您尽快与医务人员进行商议。 还有,在之前检查中发现大肠吸肉并做了摘除手术的朋友, 由于其他部位或其他大肠粘膜容易生长新吸肉。 根据组织检查的结果,有必要在6个月乃至1到2年后进行复查。 另一方面,由于大肠的长度较长,弯曲严重,在内视镜插入的过程中会产生痛症和不便, 不仅给患者带来痛苦,而且也妨碍医护人员进行精确检查。 睡眠内视镜检查是一种在检查前注射安全且作用时间短的镇定剂, 便使患者在镇定的状态下接受内视镜检查的方法。 睡眠内视镜被称之为意识下镇定内视镜, 与意识完全消失的全身麻醉不同。 在检查的过程中,能够对医生的话或对轻微的刺激做出反应, 也有可能在检查过程中苏醒。 与一般内视镜检查相比,大大的减少了患者的痛苦。 患者不会因过度紧张而导致身体抖动, 观察病变的过程将会比较顺利、精确、迅速地进行。 但是对于高龄受检者或患有哮喘、废弃肿等、 肺部疾病的、患有肾衰竭或肝衰竭的、 孕妇或哺乳期产妇等被判断注射镇定剂是危险的话, 进行睡眠内视镜检查是比较困难的。 检查前准备事项 为了能够安全地进行检查, 请将您现在和过去的病例或过敏反应、 是否服用药物等, 在检查前告知相关医护人员。 关于现在服用中的药物, 请您与医护人员商议并接受药物服用指导。 大肠内视镜作为确认大肠内部是否异常的检查, 在检查前要进食并服用卸药。 只有把大肠内部的粪便和其他义务排除干净, 才能进行精确的检查。 检查前, 关于厂处置的注意事项将为您另行播放说明短片。 请您仔细观看以下内容, 并根据短片内容操作。 请您在检查前将假牙或手势等摘下, 并妥善保管。 由于在检查过程中, 可能发生始料不及或检查后需要帮助的情况, 在检查当日, 最好尽可能与保护人同行。 检查过程及方法 检查所需时间约为20到30分钟。 由于肠的弯曲度严重, 当内视镜插入过程, 不是十分顺利或组织检查或吸入摘出等 需要在几个部位进行的情况, 所需时间将有所增加。 为了能够进行安全精确的检查, 我将为您投入去除 胃部内气泡的药剂, 并进行遏制胃部运动的药物注射。 作为参考, 在进行注射后, 会出现一时的视线模糊和心跳加快的症状, 随后将很快恢复, 请您不要担心。 为进行输液和药物投入, 将连接静脉血管注射。 现在, 请按照图片所示, 侧卧后, 做抓住双腿弯曲的姿势。 睡眠内视镜的情况注射镇定剂。 医务人员首先将手指插入肛门。 检查直肠和肛门, 确认是否有特别的异常后。 将内视镜插入。 内视镜将通过直肠和S节肠后到达盲肠。 此后, 内视镜将慢慢后退, 并观察大肠内部和粘膜是否异常。 若发现异常的话, 医护人员将进行拍照和组织检查。 并且将采集的组织送到病理科进行染色后, 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检查结果大约在一周后可以确认。 另一方面, 若在大肠内部发现吸肉的, 较小的吸肉可利用加钱摘除。 吸肉较大的, 或在吸肉摘除的过程中出血, 长穿孔等并发症等可预想情况发生的话, 先紧紧取出吸肉的一小部分进行组织检查。 根据检查的结果, 通过与医护人员的商谈, 决定吸肉拆除术等以后的治疗方案。 检查中注意事项。 为了进行安全精确的检查, 请您听从医护人员的指导。 在检查的过程中, 为使内视镜能够安全插入并精确地观察粘膜, 因注入空气, 可能会导致腹痛。 在放松的状态下, 最大限度地保持松弛, 并且进行慢慢地深呼吸, 有助于恢复。 因刺激可能会产生排便的感觉, 或要排气的感觉, 请不要忍耐将气排出。 另一方面, 为了使内视镜在检查过程中顺利移动, 请您按照医务人员的指导变换姿势。 检查后注意事项。 睡眠内视镜进行后, 20到30分钟左右, 逐渐趋于稳定。 检查当日, 由于药物作用, 使镇定效果有所残留, 尽可能与保护人同行。 请避免驾驶或操作机器等, 需要做出重大决定的事情。 由于进入内视镜的空气, 可能会产生腹部肿胀或感觉疼痛。 经过3到4小时, 带到排气后, 症状将逐渐消失。 使腹部保持温暖。 轻轻地步行或保持侧卧的姿势, 有助于气体排出。 还有, 因内视镜的刺激, 可能会产生肛门疼痛或少量出血。 这些都将随着时间逐渐好转。 另一方面, 根据吸肉的大小和类型, 为了在摘除后, 观察是否会发生并发症, 有时也需要住院一天进行观察。 还有, 在吸肉摘除后的3到5天内, 由于是摘除部位粘膜的治愈期间, 在此期间切记过度饮酒、 过度疲劳、 刺激性饮食、 过激运动等。 检查的并发症及副作用。 大肠内视镜是相对安全的检查, 有时会出现以下副作用和并发症。 药物过敏反应 为使检查顺利进行而投入的药物, 会产生眩晕、 寻麻疹、 哮喘等过敏反应。 局部的并发症 在组织检查或摘除吸肉的部位, 可能会发生出血或穿孔等情况。 严重的情况下, 需要住院或进行手术治疗。 如出现吐血、 便血、 严重的腹痛或低血压症状等, 请立即访问及诊试。 全身的并发症 高龄者或有危险因素的人, 可能会发生心律失常及心肌梗死、 缺氧、肺炎、脑中风等并发症。 虽然很少见, 但此类并发症也有可能导致死亡。 检查失败 由于在检查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大便等义务残留, 或长年灼等大肠内部严重折躯, 使内视镜无法插入到底的情况, 有可能无法进行正常的检查。 即使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投入镇定剂, 偶尔也会出现由于没有达到镇定状态 或者患者的协助不够, 最终导致检查无法正常进行。 还有, 在检查中出现呼吸困难、 缺氧、 低血压等情况的, 为了安全起见, 可能会中断检查。 不进行检查的情况以及其他的检查方法。 不进行大肠内视镜检查的情况。 在注入无法使放射线通过的背和发泡剂的状态下, 可以进行大肠S光片的拍摄, 或利用CT进行大肠X光片的拍摄。 但进行大肠内视镜检查, 不仅可以直接对大肠内部进行观察, 而且在此基础上, 还可以进行组织检查或吸入摘除。 以上向您介绍的是 大肠内视镜检查的流程和注意事项。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